當全世界受疫情所困 台灣是亂世中的福地 我們藉由郵票 要讓全世界的人看到 這個武漢會員 是這麼的影響了全世界 是看到台灣 有這麼偉大的防疫團隊 有這麼定出規矩 大家戴上口罩 大家製造口罩 辛苦的有任同仁運送口罩 大家勤洗手 大家照著防疫的SOP 所以今天我們台灣 才能防疫做到這個水準 讓彭博社全世界評比 75個國家經濟體 台灣名類第一 院長被問到邊境什麼時候會開放 那陳時中部長好像有說 除非等世界的疫情趨緩 或者是疫苗問世 那你怎麼看 因為有些人認為這樣好像會衝擊到經濟 大家也看到 一時整個國內同胞 都出來在進行消費 但是我們國內鬆綁 但是我們的國際邊防還是要風險嚴格管理 這個我們不能輕率要看各國的疫情狀況 如果各國還有疫情嚴重 我們如果開放那會衝擊到台灣本身也會妨害了國人的健康 所以指揮中心的嚴謹是必要的 那未來哪些地方可以開放不能開放要開放多少 是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 還是要由疫情指揮中心專業判斷 也希望大家體諒 其他民進黨立委到過印尼 那那個時候他說那是私下的個人參訪行程 但那個私下參訪行程 這還是帶著國營企業的高層去 那在國營企業高層跟著立委私下過去 回來也沒有寫報告 這樣行為是可以的嗎 那另外國營企業高層 那時候去了印尼以後 跟當地的印尼企業談了什麼 簽了什麼合作被忘錄 國營企業都受行政跟立法的監督 相關的工作都非常的嚴謹 如果國營企業密得各種商機要進行時 都會編列相關的預算提出計畫 也都要經過立法院審查同意 所以相關的做法 相信都依照相關法律規定 受各該權責機關的監督 那所謂的爆料等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自然有國家法律跟相關機關來規範 那如果有我們相信都會依法徵辦 如果沒有也不該冤枉人家 前總統還沒有領在被勸 他說這一個程序太複雜 他會怕怕的 你要不要勸他一下 上次在口罩最困難的時候 我們禁止口罩出口 他也是說應該捐給中國 他總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尊重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情況 我們也多尊重 謝謝 謝謝 謝謝